你现在收听的是原创Shokcast内容 Ivy塔罗 路过你的全世界 世界上有好多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可能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但是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你的痛苦 你的开心都变得好巨大 巴黎是很浪漫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爱情 上海是很繁华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财富 那到底是什么能够解开我们这些困境呢 很多人都在问我 老师 我的生活怎么了 很幸运我是一个塔罗师 所以我听过全世界各地的故事 每一次我都能用我的塔罗牌 为他们来解开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 我在没有来马来西亚之前 生活在上海 上海有一个很可爱的别称 叫做摩都 什么样的城市才会被叫做摩都啊 它就像魔法师一样 你可以瞬间拥有很多很多东西 非常的绚烂又很美好 你也可以一瞬间失去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摩都的魅力 我生活在上海十年 我也在那里工作了十年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 是很多很多年轻人 在上海这座城市都会遇到的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的城市 所以有很多从其他城市 其他地方来到上海工作学习的人 那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故事是什么 我是Ivy 用我的塔罗牌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那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她姓陈 所以我暂且称她为陈小姐 陈小姐找到我的时候 她正在经历人生中 对她来讲最难的一个选择 就是她到底应该放弃自己的梦想 选择爱情 还是她应该放弃自己的爱情 选择有可能实现的梦想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她和男朋友 他们在一起五年了 五年前他们还是中学生 高中生 在中国我们叫高中生 他们高中的时候就偷偷谈恋爱了 然后两个人就约定说 那我们就一起考学考到上海去 因为在很多人的生活里面 都觉得哇上海 中国第一大城市 很想去那边看一看 所以两个人都好努力地学习 就从很小很小的一个县城 一个很小的地方 然后考学去了上海 在上海的四年里面 陈小姐她常常出去打工 然后常常参加很多社团的活动 她就很喜欢上海 觉得上海好有魅力 真的是魔都 魔都来的 就觉得每天都在变化 各种各样的样子 每天都在探索很多她曾经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她曾经拿五十块一天的薪水 去路边帮忙发饮料的派送桩 她也曾经送过外卖 她也曾经在打印店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打印店 在打印店里面做过营业员 可是她就觉得 哇我每天赚五十块赚八十块 这个是我在小县城都没有的机会 我在这里就可以默默存钱 她的男朋友呢 就跟她非常不一样 每一天她的生活就是 图书馆 宿舍 教室 图书馆 宿舍 教室 在三个地方跑 为什么 因为从小她心里就知道说 她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 她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生活 那陈小姐 看上去跟男朋友 其实感情挺好的 四年都一直在一起 大学四年都一直在一起 可是为什么她会来找我呢 问题就出在 他们毕业了 她的男朋友没有考上研究生 以她男朋友的个性 她就觉得 我也已经体验过大城市是什么样子了 我可以回家了 她就想要回到原来的小城市去生活 可是陈小姐却觉得 哇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我好想要从事一份跟广告有关的工作 因为可以每天都过得很精彩 每天接触不一样的人 可是男朋友就告诉她 难道我不足够重要吗 难道我们五年的感情 就那么容易放弃吗 难道你不能为了我 放弃上海吗 哇 这个问题 真的让人很难面对 我不知道 现在在听我的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曾经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我没被问过 但是陈小姐来找我的时候 我可以很真实地从她的眼神里面看到 她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我就用塔罗牌 帮她算了一副牌 这个问题叫做 我为她放弃我的梦想 我会后悔吗 陈小姐的牌面里面 会一直出现一张牌 这张塔罗牌叫做 魔术师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因为上海叫魔独 她的牌叫魔术师 他们是同一个魔 同一个字来的 这个魔术师代表什么呢 代表陈小姐 她的心里面真的很纠结 而且她的想法一直都在改变 今天觉得我可以为了她放弃吧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 我很难想象我的生活 失去他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睡了一觉 她又告诉自己说 啊 为了这个男人放弃我的梦想啊 可能我最后都不会嫁给他了 可能结了婚 就算结了婚 也不一定会幸福耶 我真的要为了他放弃吗 他就这样纠结了两个月 所以才找到我 从塔罗的牌面上来看 他的确会后悔的 但是那个后悔 不会延续太长的时间 人生就是这样 会一直不停地往前走 你看上去 好像你错过了这个人 但也许有下一个人在等着你 可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嘛 所以塔罗师好像 在这个时刻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但是我看得出来 陈小姐就算她知道 她会后悔 但又会遇到新的人 但她还是舍不得放弃这段感情 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哦 你可能明知道不适合 或者你明知道很痛苦 但是你还是舍不得 这就是爱情很有魅力的地方 也是很爱情很折磨人的地方 于是乎我就用塔罗牌 给了这个陈小姐一个建议 我给了她一个什么建议 我让她去跟她的男朋友 好好地谈一谈 谈什么呢 她其实陈小姐那个时候 她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她如果真的把内心的想法 告诉她说 我很想要你为了我留下来 她会觉得自己很自私 但是她不说这个话 她又觉得 我可能真的会错过这个人 就内心就一直降不停地摇摆 感情里的选择真的是让人很艰难 那我让她去跟她的男朋友聊一聊 把她内心的这种纠缠告诉男生 不然的话 她的男朋友不会知道 原来你简简单单问我这样一句话 我有好多好多个夜晚都睡不着 我有好多好多的时间 可能看上去我在工作 但是我内心都是在走神的 我都没办法很安心地工作 这一句话 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 内心的难受 痛苦 不知所措 这些是她从来都没有跟男朋友讲过的 我觉得这陈小姐 真的很重视这段感情 虽然她很难开口 但是她还是跑去跟男朋友讲了 第二天她很开心给我打电话 她说老师 原来我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她真的能理解我 我说你怎么这么可爱 当然啦 因为她也爱你 不然她不会想要带你一起回去 不然她跟你分手不就好了吗 你要知道每个人讲的每一句话 她内心都有一个 她没有讲出来的OS 她说你可不可以为了我放弃 上海跟我一起回家 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是我不想跟你分开 这是她内心的OS 可是你没有把你内心的OS 告诉你那个爱的人 她自然没有办法理解你啊 这个陈小姐跟男朋友谈了之后 我觉得她男朋友好好哦 她男朋友发现她为什么 会想要离开上海 不是因为她真的那么想家 是因为她在这座城市受挫了 因为她没有考上研究生 她没有办法继续待在上海 她就觉得很失败 然后因为陈小姐 那么认真地跟她讲 那么认真地跟她讲这句话说 其实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再去试试看 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再去努力看看啊 男朋友突然之间 也有了动力耶 也觉得是啊 我也是可以再去试试看的 输了一次也不代表什么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达成共识 你不用做选择 我也不用做选择 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 再去努力一次 再去试试看 陈小姐就很厉害哦 她开始到处投简历 然后一天要投五六十封简历耶 她终于找到一份工作 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 很大的企业里面 是在一个小小间的 刚创业的广告公司 但是她也觉得很开心 虽然薪水没有很高 但她觉得 一定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赚到很多钱了 男朋友也很厉害 因为后来我们就有一起 约出来喝咖啡啊喝茶 她虽然没有 就是还在复习当中嘛 不懂她最后有没有考上 但是她就重新燃起 对生活的希望 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 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 你可以失败一百次 但是你一定有 一百零一次机会 可以从头再来 所以她就像魔术师一样 给你很多机会 给你很多可能性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 爱情也像魔术师 抓不到头脑啊 抓不到她在想什么啊 但是如果你把内心里的话 告诉对方 可能你就会发现 有不一样的结果 也许你在听着我的节目 你的爱情也在面临 这样的选择 我和我的同事们很乐意 能够帮到你们 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 会留给大家 一个大众占卜 大众占卜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告诉我 就是无论是谁 只要你有在听我的节目 你都可以参加的 从四个数字里面 选择一个你最想选的 然后来告诉我吧 怎么找到我呢 大家可以去Instagram 搜索iv underscore tarot 然后pm我留下你的选择 我就会来告诉你答案啦 你同样也可以在Facebook 搜索iv pan I-V-Y-P-A-N 也一样可以留言给我 如果今天的你 也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有一些故事 有一些痛苦 你不想告诉别人 我和一百位心理咨询师 共同创建了一个 完全免费的公益 心理学热线 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我们愿意来聆听你的故事 马来西亚的听众可以拨打 零一七三五八零四八三 零一七三五八零四八三 我是I-V 我们下次见